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跟大家講一下我使用的這台 Eureka Auro系列 Minion XL 這個型號 有點難念 我使用了它兩個禮拜之後 我的 大致上的感想是什麼 還有之前大家問過我的一些問題 我這個影片就一一的跟大家解釋 那第一個大家最想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這一個Auro系列它到底跟 原本的Eureka的系列差異在哪裡 其實你可以把Auro系列當成是一個 Eureka的另外一個子品牌 這一個子品牌呢 Auro系列這個子品牌它是屬於黃金系列 Auro是義大利文的黃金 我們上次跟大家講過了 那這個系列它的定位是在原本的 Eureka的機型的稍微高階一點點 所以顧名思義 就是 你會發現它這一次Auro系列所出的一個型號 都比原本的Eureka它相對應的型號在高一個階級 那這一台的刀盤它使用的是65的刀盤 基本上已經來到了營業用級的一個門檻 然後我們之前所跟大家 開箱介紹的這一台Specialita 它是屬於55的刀盤 這一台的定位在於 輕量級的 營業用 比如說像是一些 酒館啊 或者是餐廳 或者是家用的一個市場 那這一台Auro的系列呢 其實它就 在跨境營業用的領域裡面 就是 變成說 它 想要覆蓋的一個客群 其實是專注在 中低量級的一個 營業用的市場 那當然現在台灣 目前來說 很多人都會去使用 營業用級的磨豆機 在當作家用 這一個 其實我是不反對啦 但是 大家就是量力而為就好了 那這兩台最大的差異就是 目前你們看到的 這兩台機身高度的差異 大概是1.7公分 然後寬度跟深度的部分 我剛剛有確實去量過 它是基本上沒有差異的 然後 一個小細節是它的粗分口 這邊是塑膠 這邊是金屬 這個等一下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還有這個調整的旋鈕上 Specialita它的調整旋鈕的一個刻度判讀 是在從上往下看 那 XL系列呢 它是從 正面看過來 那對應到它這邊有一個 指示你的刻度的地方 也許它是覺得說 這樣子它會比較 方便大家去做一個刻度的定位 那基本上 這兩台的豆槽都是使用一樣的 所以這一台 我的豆槽就沒有再裝上去 好 那這兩個禮拜呢 我使用這一台磨豆機大概 很久啦 因為這兩個禮拜我既然要測試 我就基本上都是使用它 只有偶爾會拿一個索堯的磨豆機 去測試一下我自己的一個 配方豆這樣子而已 那 我使用它的一個部分是在於 營業用的液事機 還有我的Picopresso 還有我的手沖 那其他的領域呢 就不是我平常在接觸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就沒有去做測試 目前來說呢 這一台他們原廠 還有台灣的 進口商這邊 他都是非常希望 大家還是 專機專用 這一台他既然是出 義式磨豆機 他就希望你專門拿去做義式磨豆機 但是 我還是拿他去做手沖的測試 然後我覺得 透過一些小小的改變 其實他的表現也是非常的不錯 那 目前來說 我的感想是 這一台 確實是讓我非常非常的驚豔 一開始我以為 他只是一台換了刀盤的 Specialita 但是後來我發現其實 在換了刀盤之後 磨豆機的廠商當然也會對應的 換了一個馬達 那整體的研磨的效果呢 其實 有重新的去 規劃過然後有重新的去設計過 我個人覺得 他是一個很有感覺的一個升級 第一個當然就是他的刀盤變大 整體的研磨表現會 很有感的提升 這個是不用講的 刀盤越大 同樣的狀況之下 他的研磨的表現一定會更好 不管是升溫的比例 還有他的研磨均勻度 還有他的研磨的速度 都是差異非常大的 那這一台呢 我目前的設定是 我使用6秒的一個研磨設定 6秒這邊然後他可以磨我的意識刻度大概是 17.5克左右 那我覺得算是一台非常 快速的一個磨豆機了 那第二個就是 他依然保持著他的一個靜音設計 可是比較可惜的是 他的音量 我去對比了一下 他稍微 我個人感覺 他稍微會比 Special Lita稍微大聲一點點 那也許是因為他這個部分 改成了金屬的設計 或者是說他的刀盤更大 他運轉的聲音當然也會更大 這個部分 我就沒有辦法去取得 到底為什麼他的聲音會大一點點的資料 那目前來說 我對於他的 手沖的研磨表現 我反而是 滿意非常多 因為之前的Minion系列 你能選擇的就是 50的刀盤 或是55的刀盤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是你的研磨的通道 稍微降低一點點的時候 整體研磨下來的均勻度會稍微降低一點點 有可能會有一些比較粗的粉 跑出刀盤 那這一台呢 他直接把他的研磨的路徑再加大了一點點 那整體來說他的均勻度 目標均勻度算是非常的不錯的 以這樣子一個刀盤的表現來說 我個人覺得是 非常滿意的 那他也維持了一個Minion系列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優點就是 你拆卸刀盤之後 去清潔結束之後 你把刀盤裝回去 你的磨豆機是完全不需要去歸零的 頂多會差異一點點 極細的一個刻度 那這個刻度呢 其實少於 0.1的一個刻度啦 那有可能是你自己在裝螺絲的時候 你第一次轉跟第二次轉的那個力度是不一樣的 非常非常小的一個差距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自己嘗試 為了這個目的去拆裝超過5次 那事實上我發現他的研磨的刻度基本上是沒有變的 就是他的歸零點 的號數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我這一台因為是工程樣機啊 所以我的歸零點的號數會稍微小一點點 就是在0往下之後 一般來說如果你今天拿到可能會是在9左右的刻度 那我這一台會大概來到8左右 他才會有去磨到刀盤的一個聲音 那事實上這個就是跟 相對位置的關聯而已 他不一定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對那目前來說我有問過廠商他們說目前 他們出貨的版本 他的歸零點 確實是貼在正常的位置 好那這一台呢 其實讓我 比較喜歡的一點是 他還有配一個 標配一個桌墊 就是 我們 這一種 這一種 Eureka他們 做給 Minion 系列的一個桌上的墊子 一個矽膠的墊子 然後附上一個 這個填壓座 那這個的使用方法大概是這個樣子 他把這個 固定上來 好 那你的磨豆機就會有一個 弱殘粉的地方嘛 就是你不小心有粉跑出去的地方 那這邊呢 他這個填壓墊 放在這邊 他就會比較 適合你的填壓 你可以把把手這樣子放著 然後填壓器從這邊拿上來壓就可以確保這邊是一個絕對水平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說有一些朋友他 比較少在用意識的話 也許這個填壓墊你可以不裝 但是他就是付給你了 價格是放在裡面 那我目前來說 我使用 液式跟 手沖的次數大概是一半一半 那這一台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們的Minion系列 包含其他的一個系列都有出現的一個地方就是 他的這個把手支架是做快拆 一般來說我們這個把手的用途是 我可以把液式的把手放在這邊 那如果說你底下有分流嘴的話 他就會靠得很近 然後往前推 推他的開關 他的粉就會落下來 那如果說你今天再按一次他就會停止 所以其實他的整個開關的設計是 為了液式而做的啦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廠商都會跟你說這一台盡量就拿去做液式的研磨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一機雙用 我會跟大家講 其實不是不能因為我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馬來西亞的一個廠商的這個 吹氣豆倉 他可以確保你的通道產品可以大部分的被吹出來 這樣子的話 你使用 手沖啊 單份研磨 換豆子的時候 其實 就不會到那麼困擾 對然後 這個他會做快拆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使用的是濾杯的話 你可以很輕鬆的把它靠上去 然後一樣可以碰觸到這個開關去做落粉 對基本上 我大部分都是使用一個解粉杯啦 類似這種解粉杯然後去解粉再倒到我的濾杯裡面 那這個 就是 都OK 那這個可以拆掉其實差異很大 因為一般來說 即使是我手上這個這麼小的解粉杯 他都還是要放得非常斜 那你在 研磨的時候有時候粉比較多 他就會堆積到這個 這個除粉口這邊 那有可能會導致你上面這個整個塞住 然後會影響你的殘粉 這個部分其實是我覺得 Eureka他們所做的一個還蠻貼心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的高度也是可調的啦 整體的研磨來說 我認為他在 手沖的部分 他研磨的刀片 的設計他出來是比較偏片狀的 那他可以幫助你的一個 咖啡的風味 水瓶的風味展得更開 簡單來說就是你可以喝到更多的味道 那能不能去判別呢 這個可能就是要靠各位的訓練 那在意識的部分 其實我個人認為他在意識的研磨 在調到比較 細的一個刻度的狀況之下 他的研磨均勻度其實算是還不錯 就是可以讓我喝到比較明顯的那個填感 那尾段呢其實 比較容易出現的一個苦感 就會比較少一點 可是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均衣的一個研磨的表現 其實大家要去稍微的注意到 如果你今天的意識機是比較容易有水溫波動的 也許他這樣子的研磨 對你的意識機的波動 他就會反應很大 這個是大家比較需要去注意的 那我目前喝到的話 這一台拿來對比我現在店裡使用的F83 E83刀盤那一台 他的甜感有比較顯著的提升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這個屬於個人的感官 這個有可能是 我拿到新機器所以可能 空氣中都是甜的感覺 那也有可能這幾天我們台南的空氣比較甜啦 所以 這個大家就是 不需要說 因為我說他比較甜所以你拿回去如果覺得 沒有比較甜是不是怎麼樣的 這個部分真的 味道真的就是很主觀 我要跟大家講 我覺得這種東西啦 其實每一個人喝到的每一杯咖啡 他的感想都 都比較不一樣 我不會跟你說你 跟我味道不一樣就是你的問題 大部分是我的問題 對 整體來說呢 我認為這一台他算是一個 Specialita的升級版 那有沒有必要去升級呢 我會認為說 如果你今天 沒有一台 義式磨豆機但是你又常常會想要喝義式咖啡 或者是說 你會常常想要用這一個 Picopresso然後是在家用的話 我會建議說你可以考慮一下這一台 對然後如果說你今天使用的是 已經有類似的定位了 比如說像是 Specialita 如果你本來就是擁有Specialita的 我會建議你 如果說你想要做一個小升級的話 你可以考慮看看 但是不一定 不一定要 從那一台換到這一台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想要升級的話 你可以試看看 也許你可以跟廠商問一下然後去他們的 北投那邊的營業處去 試一下機器 對這個都是OK的 這種機器屬於比較高單價 試機應該都是有約時間都OK 台灣的廠商這邊想說就是順著 他們出了一個新的系列然後來做一個 比較高的一個能見度的推廣 所以他的價格來說 我是比較意外 我們之前在 有一次的直播裡面有跟 網友一起去查過他的價格 他是 我們當天查的幾個國家裡面 價格算是最低的 對然後他還標配了這個電子 我個人是覺得如果你今天沒有磨豆機 那你想要選擇一台 義式的磨豆機的話 也許你可以看一下這一台 那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啦 就是我工作室這邊目前 擁有的磨豆機就是 一台這個 一台Specialita 然後跟一台這個 那當然這兩台都是要還給廠商的 那其他的部分我就是使用 手磨 手揚磨豆機 那我可以很老實的跟大家講 有一台電動磨豆機真的是方便非常多 像這一台 我只要磨6秒 那手揚磨豆機在義式的刻度 大概是要用個50秒左右 對那如果說 你今天是自己一個人住 自己一個人喝 用手磨我覺得OK 因為你一次喝一杯而已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那種 平常家裡面會有朋友來 大家會一起喝咖啡 一次可能會 喝個4杯5杯的話 我會建議你還是買一台 可以磨到 你想要煮的那個咖啡的刻度的電動磨豆機 不一定是這一台 也許你根本就沒有要做意識嘛 對 這個我還是跟大家講 就是 手揚磨豆機當然有他的優勢 但是 有時候 方便度 還是差很多 哪怕只是一台小飛嘛 都可以拯救那個10個人等著你喝咖啡的一個窘境 好那接下來就是關於他到底能夠應付到什麼樣的義式咖啡機 目前來說 像是這個比較 手動的 這個Picopresso 他也是需要一個標準的義式的研磨度 那 關於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的一些 義式 家用的義式機 然後高階的家用義式機 還有低階的 飲業用咖啡機 其實基本上他都適用 因為畢竟他就是一台 專門拿來磨義式咖啡的一個機器啦 所以不管是你說像是 玩家的入門款 GEE Sylvia 或者是 Reddit所出的一個中階款 Mara X 或者是說他們的Bianca 比較高階的 或是 玩家的單孔封頂 GS3 甚至你要拿他去做標準的營業用的義式機 我都覺得OK 因為他的研磨速度也是夠快 那研磨的表現也OK 那他的機身小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也許你可以擺個兩台 那你可以做一個深的配方 或是淺的配方 或者是說 標準的配方配一個 每日的SOE配方 我覺得都是還不錯 而且價格也不會到高不可攀 當然我們不會盲目的去跟你說 這個是市面上最頂級的摩托機 但是我覺得 他 確實是沒有對不起他的價格 而且我認為CP值是還蠻高的一台摩托機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 我會把一些我遺漏掉的細節 就是我剪片的時候突然想到的一些細節 放在影片的說明處 那如果說你們有什麼想要問的話 你們可以在留言的地方問我 那我會直接跟你講 我最真實的一個想法 因為畢竟 廠商 也沒有付我錢 所以我也不用對他保留太多 那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